早前本地著名专栏作家林一鸣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广泛回响 内容是讲述某位略有名气的本地裁演 几年前孤自住楼等跌的悲惨故事 不者觉得有点感慨 不过并非单单因为哪位裁演落错车 而是大家对评论员的看法 这个悲惨故事亦令自己联想起几年前天水为林泰发表的专家食史论 不者并非裁演,自问也不是什么专家 作为一个在本港主要财经媒体上发表评论的其中一位不显眼的专栏作者 希望告诉大家市场上有高质素的评论 也有低质素的 即使是战绩标柄的实战派投资者 如本部多位专栏作家 也未必能百分百预测正确 因此看评论时重点应该尝试了解作者的思考方式及论点依据 贴事与预测应该放在更后的位置 不知道是否有很多金融系毕业生向往分析员或研究员的工作 曾几何时不者也是其中一员 幸运地加入分析员的行列 虽然只是一间本地中小型证券行 当时的上司也是一位本地裁员 也算达到目标 之后不者再另外两间经纪行工作过 尽管已离开分析研究行业 这几年的经验确实令不者有所成长 知道者行很多不为人知的趣事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在此要特别感谢这个实贵平台 让自己能以另一种身份延续分析事业 确实感恩 有人说分析员是直扬行业 官乎人工智能AI及被动式投资的发展 这个说法绝对有可能正确 早前有报道指出 有投行使用AI而裁掉大量分析员纲位 至于本地证券行分析员 如果再停留在简单几支阴阳足及几条平均线的分析 或者写一大篇推介产品的文章单角度地分析 似乎已满足不到投资者的实际需要 不者认为分析员或评论员应该要理论与实践并重 后者更为重要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范围可以拒绝评论 而非得要树立一个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的权威形象 作出评论或预测时 应该尽量采取持平态度 在一些重大议题例如应否买楼等问题上 提醒读者行动与不行动的风险 令他们有足够心理准备 另外分析要客观 即有数据或指标支持 时刻紧记做评论不是发泄个人情绪 最重要是不要太自我 预测落空分析出错实在很普遍 能修正错误作出改善哪分析工作的根本 如果你发现一个评论员不断强调自己预测如何准确 或者预测错误却不肯承认继续错下去 那就要特别小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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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